庚子莲春节前夕,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,感染范围最广,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凶猛来袭。 素有九省通渠之称的武汉,果断关闭离汉通道,阻断病源向外输出。 在过去的那段至暗时刻,每晚照常亮灯的黄鹤楼犹如一座灯塔,给人带来希望。 1月1日,沐浴着2021年的曙光,记者站在黄鹤楼上平栏远眺,长江水依旧滔滔向东流,曾经寂静的城市早已恢复生机与活力。 不少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新的一年更加珍爱生命,珍惜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。 经过这一场疫情,格外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。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要有一个家庭日,父母啊,包括孩子啊,都在两老的膝下,给一个空余的时间,让他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吧。 当天,不少武汉书法爱好者们也齐聚黄鹤楼,以浓墨重彩书写对新年的美好气势。 武汉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曲终谋,在黄鹤楼前写下自己的新年期盼,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。 我们站在黄鹤楼前,我们衷心的期待,我们黄鹤政治,我们武汉重启之后,武汉的人民的生活,蒸蒸日上,重整旗鼓吧,我们创造未来。 在汉口江滩,随处可见骑行慢跑的人群,68岁的张文栋一如往常来到属于他的健身乐园,冲刺上杠旋转一气呵成,爱好单杠的他,疫情期间最想念的莫过于这片临江免费的运动天地。 张文栋称,经历了疫情的武汉人,对于生命和健康有着更深的感悟。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,自古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,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。 灯楼远眺,武汉三镇的风光尽收眼底。